匹兔批行业多事之秋,雷声滚滚,更多的人希望行业优胜劣汰,良弊驱逐劣币。 当然这是最好的情况,但也要提防劣币搞坏整个市场。 目前有两种情况特别要警惕,一种是平台恶意倒闭,一种接垮人恶意于期。 值得警惕的是,这种风气会传染,坏的事情总是会传播很快,而且可能会波及到整个行业。 今日,在P2P行业流动性风险爆发之际,包括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,江苏盛互联网金融协会,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,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,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在内的五大护金协会七八升。 呼吁P2P平台有序退出,妥善度过行业风险期,P2P余期恶化,老烂困入投资人群制造恐慌。 近段时间,网贷行业突现于清潮,爆雷潮,在谈到原言时,流动性问题被提及最多。 流动性问题,一端是初见人,一端是借款人,目前两端情况都在恶化,平台应接不暇。 情况显示,在目前行业环境恶化背景下,越来越多的借款人开始主动不还款,甚至恶意举报平台,省得还钱。 这种特殊环境下的老烂风险急速上升,期待解决。 最近一些论坛上出现了一种情况,竟然公开说,要一起搞死某某平台。 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都觉得奇怪,高档的平台投资人还款基本无望,到底是谁在策划股动这些事情。 最近某平台有一笔几百万的逾期,就在投资者群里有一群人,一直怂恿投资人去平台呢,甚至让投资人带着铺带住到平台去要钱。 后来经群主验证,带头的那几个人竟然都没有在该平台投资。 在某平台办公场所,竟然出现了一群投资人去要钱,同时现场有人把这些情况拍照上传到网上,后来经平台验证。 这些投资人中闹得最凶的那几个只投资了一百元,去扣平台的最低投资门槛。 如果深入了解,在行业丰盛合力的情况下,一些平台借款大户,开始组织策划为公平台,他们就是为了把平台搞党从而逃费债。 有一类人士表示,平台违约率大幅上升,除了一些确实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,还有一部分是恶意违约,广告平台的具体情况。 如果平台被迫关闭或者跑路,之前借的钱就不用还了。 目前,这种情况开始在一些地企业大额借款交低为主的平台出现,逾期崩溃开始蔓延,一旦发生逆迹违约,再大的平台也很难应对。 即便是处置抵押物也需要一段时间,而一旦平台大规模逾期,基本宣告这个平台必须进入清盘阶段。 之前在2013、2014年就出现过一拨人,通过找即将出事的平台去借款,什么条件都答应,然后等着平台出事从而逃费债。 更令人担心的是,一旦恶意违约预期扩散到个人小楼借款用户端,一些相对合规的平台也会受牵连。 毕竟有一个不用还款的机会摆在面前,很多人立马会选择不还款,就在7月16日,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议上特别指出,要加强社会诚信文化建设,加大打击恶意逃费宅等行为,维护规范合同的程序效力。 为遏制网单行业与其恶化提振信心,借款人还款一日,降低平台运营风险斗争。 7月15日,某余期平台发布可速金融,关于应对行业环境短期恶化的公告, 称近期以网单行业面临恶劣生存环境,用户情绪恐慌,资金流出巨增,市场资金整体流动性不足。 一位高管表示,这个境况也受打黑的影响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都先试试不还会怎样,违约成本太低。 一家车贷平台高管表示,行业当前境况下,借款人违约风险大幅上升,因为各大平台流动性都紧张, 这直接的就导致部分借款人无法实现展期,车贷类资产一直被行业认为是一个优质资产, 但因为2018年年初开始,全国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, 这次行动也让这代平台面临着流动性的压力, 借款人违约风险上升,甚至恶意预期,更深有体会的当事催修公司。 针对年初以来,针对金融领域的扫黑行动,包括催修行业的从业人员是,都表示有些矫枉过正, 尚未建立有效约束欠占人的机制下,在催修行业爆发众多负面消息以及扫黑除恶的运动式执法, 进一步催化了恶意预期的现象。 上述催修公司高管还介绍道,不断用言语去刺激催修人员, 让催修人员犯错,一旦犯错就拿来投诉,不但不还钱,还要求赔偿,否则要投诉给媒体, 媒体有拿着这些东西,到处要协护金公司,最终只能我们买单。 更有网贷平台工作人员指出,借款人目前存在恶意预期情况,就是想着平台死,省得还钱。 某预期平台表示,近两三个月,平台预期率攀升,有客观因素, 比如经济下行,金融去杠杆,借款人流动性确实非常紧张。 但大部分,逾期借款人还款意愿没有问题,要还款计划, 护金借贷违约成本低,顿容老了,是树立不成心释放, 对于借贷案件的恶意预期现象,应可律师事务所复明明律师指出, 法律上没有对恶意预期进行界定,则会涉嫌骗罪。 但据了解,借贷行为中,认定借款人诈骗的取证环节相当难, 加上司法流程繁荣,好时长。 所以,包括仲裁,诉讼的催收方式效率很低。 另一位护金行业律师表示,目前除了信用卡恶意预期, 借款人借款提供虚假资料可以入行, 其余的预期一般都作为民事案件,不会进入刑事程序。 民事案件一般专寻不告不理的原则, 即当事人不主动向国家司法机关请求。 国家司法机关一般不介入,干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。 而刑事案件一般都有国家刑事司法机关主动介入, 受害人或者群众报案。 举报后,公安、检查机关集会介入侦查, 然后由检察院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公诉, 由法院代表法律进行制裁。 业内人士表示,近期, 逾期风险抬升, 除了一些借款人因外部经济环境变化, 此生经营不善, 导致海款能力下降外, 海与暴雷, 逾期频发, 催生不良社会风气有关。 业内人士指出, 部分平台预期上升, 跟监管对待后进行规范有关, 比如一些现金贷, 消费金融平台, 以及一些以二亚为主的车带小平台, 以往依靠暴力手段催收, 在这种不合规的代后受到遏制后, 预期水瓶子然会上升, 借款人试图通过恶意预期逃避还款的行为是不可取的, 随着征信系统的完善, 借款人不按期还款, 会留下征信不良记录, 借款人和投资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, 并不会因为平台暴雷而敲失, 恶意预期也会受到司法的处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